内地学生在香港租楼遇遍案 涉及金马高达150万 昨天在明报就有一宗新闻 一家没有地产代理牌照的公司 叫美城公寓有限公司 利用一些网上平台宣传出租香港的公寓或者住宅 有多名内地学生没有亲身来香港提楼的情况 就轻易相信了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对地产代理的业务是有一定的了解 因为他知道要查册 知道要打离人 还有他精心设计了一批租药 按别人的要求去出示楼盘的照片和视频 令到他家公司的可信程度很高 而有这班内地的学生 将一些按金和全年租金打给这家公司 我相信当中是牵涉了模型业主 叫做签名或者叫做文书 因为其中有五个单位的业主 没有经过美城这家公司出租他的物业 有一个单位是离谱的发展商的货美单位 即是连单位发展商都没卖出去 他已经有人帮他出租了 所以发展商都暴露了 然而当这班学生打算来香港时 他才发觉他和这家公司的联系已经失联了 涉案的急买超过150万 我相信这个数字不止 类似这些租的骗案 其实每年都有发生 都有一班内地的学生中招 甚至有些人是利用二房东的身份 去租上租 这样去不断地翻租给人 又或者他们将一些 按金或者租金打给地产代理 钱就经了中介公司或者地产经纪人身上 有机会就被日私探了 租客不单止是有金钱损失 他们也要重新花费时间 和争取回適合的居所 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困扰 最重要是他们来到香港人生路不常的情况 遭遇这些骗案 他们对香港的形象或者感官就非常之不好 对香港吸引人才这方面 其实有一个负面的影响 其实那帮学生都挺无奈 因为去到七八九月 其实都是香港的租墓黄贵 他们要找一些合适的居所 其实是比较困难 通常他们找到的时候 一就是被人租了 抢租 一就是找不对 遇到一个合适的居所 他们都想尽快做决定 令到那些不法分子就有机可乘了 都怪不得那些内地学生 因为他们本身对香港的认识 其实不是很足够 他们信就信政府的查册 和一个离人 他们这帮学生 通常只可以遥跪地去看楼 就不可以亲身实地去到香港这个地方 实地的房间 或者是看一些证件去亲自查证 只可以透过中间人 即美城这家公司 表达他们的诉求和签约 中间有很多位置都可以给人压 税局那边有人得人拿份租费去打税 他基本上都会打的 他不会特意去帮你查询 这个是不是真的业主规局 都没有这个责任 通常是哪个机构 或者是哪个责任 去查核这个业主的真实身份 第一样东西就是地产代理 第二样东西就是律师 第三样东西就是租客本身 其实香港都有一排 试过有人减冒业主去买楼 我们做这些见不到业主的案子 其实都比较小心的 我们都会要他的身份证证本 最厉害是让我看看 然后我们都会确定 把钱放入律师楼那边 而不是直接交给业主本人 租楼那边就很难 你去找一个律师去帮你处理的 正常都是由代理去帮你处理 那我们怎样去保障自己呢 第一样东西就是要查一下 业主的身份 土地查核处那边可以查到 通常查一张就有10元左右 第二样东西就是 找一些比较信得过的代理 最起码他都做了一两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那些人对他的信任度最起码会多些 找一些有地产代理牌的公司 地产监管局那边都有些公司listing 都是在政府里挂牌的 通常一个代理如果在一个地产行业生存到几年的话 他就不会为了那几十万或者二十几万 去放弃他终身的事业 如果你要保障自己 就把这些钱直接交给业主 而不是交给这家美城的有限公司 甚至是其他代理人 这个都不是一个合规的操作 至起码你把这些钱交给业主的银行户口 有一个记录可以让你去追 我相信这件事是精心策略 有机会捉到人 但这些钱就很大可能追不快了 当然你在刑事法 你可以告这家公司的负责人 藝道文书 所以在香港法律的200章 刑事罪行条例的71条里面 一经判罪 最高是可以判坐监14年 这个惩罚都据了下诚 就算那帮内地学生追不到钱 都可以透过法律的途径 去将犯人性 当然有些公司开完 成立日很难找到 很难追到人 所以最重要是你真的租房 去找一些信德高奥的平台 或者信德过的经纪人去做 如果租房一年的租金 你当是一万元一年都12万元 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 我是Louis Schwab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